为什么国内大厂做不出3A游戏 这两天黑神话悟空是刷屏权望 它背后的游戏科学也走进了大众视野 但很多人就不理解 要说游戏公司 咱们的腾讯 网易 米哈游 是各顶各的巨头 那为啥他们不做3A游戏 有人说技术不行 有人说底蕴不够 但这些都是表面说辞 说到最后还是钱的问题 就拿黑神话悟空来说 这款游戏整个开发时间将近5年 总投资3到4个亿 而宣发部分按照行业惯例 基本适合开发成本1比1 也就是说 这个游戏的总成本达到了6亿以上 哪怕这款游戏 目前已经登顶了Steam排行榜 但它的预期销量也就是400万道 去掉平台的抽成 这预计收入就是6亿人民币主流 6个亿听上去是很多 但放在国内 它也就是王者荣耀一个照云皮肤 或者是原神一个卡池的收入 就数据来看 早在2019年 王者荣耀的单月收入 就达到了8.7亿人民币 你辛辛苦苦干5年赚来的钱 不如人家一个月卖皮肤来的多 这换做是你 你会怎么选